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林敏喝酒的事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误会什么呀 不过你说到林敏 你们俩怎么认识他 公司有很多工作 我们经常有合作 都老朋友了 我跟林敏喝酒的事 你千万别误会啊 你那个 你不会 吃醋了吧 你才吃醋呢 我要休息了 你快出去吧 你出去吧 真的要出去 出去 不是 对了 有话忘了告诉你 刚才玉琳打电话过来说想你了 我就派司机把她接过来了 玉琳要来了 嗯 高兴了吧 嗯 你好好休息一下 嗯 吃醋上身 快走开 真的 你 那里有一个漂亮的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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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来 快点 快点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谢谢 老子摔着了 没事吧 慢点啊 小 小心一点 慢点 来来来 等一下 我看看 不要紧 来 先偏一个身子好不好 好 好 金球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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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啊 漂亮啊 好 加油 好 好 又来发喽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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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爷们多脸啊 哥们儿 那去找他 不用 我不可 抓到了 后来 又怕了 太好了 有 business 哪里 就招了 小姐 你需要把你带来 打热 我慢了 快招了 只要靠拴了 просто 一点点 回来 她有没有喝醉酒以后 乱闻人的习惯啊 姐姐 什么意思啊 就是喝醉酒以后 踏着别人的手 乱七 有吗 姐姐 我不明白 算了 算了 你这么小哪里会懂 好了 来 来 怎么了 没事吧 许一辰 你怎么进来了 我听到你喊 我就 你快出去 没事吧 没事 玉琳 你怎么又在看电视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吗 林妈 太太 您回来了 怎么玉琳又在看电视啊 对不起 太太 玉琳刚刚从习先生那儿回来 说家里太无聊 非要看电视 西镇别墅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再让她看电视了 先回去吧 好的 怎么了 玩得这么累吗 来 告诉妈妈 你今天去哥哥家了 好玩吗 好玩吗 见你们两个人吗 嗯 你看你困的 来 我们去睡觉 我现在遇见他 往下 你来 可没 画这个 好 来 我知道 我别忘了 刚才不好意思 继续 不好意思 我喜欢你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你就是我住在尖江 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跟我在一起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是我们盛美做的 关于简爱公寓 东宫新闻发布会的宾客名单 你看看 还有什么遗漏的 你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安洁吗 我没忘 不过我觉得 他可能不愿意来 他为什么不愿意来 他是我简家的子女 他有权利和义务出现在 简爱公寓的新闻发布会上 更何况你别忘了 他还是简氏的大股东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没忘就好 可是 你看 他一直都没有回家 之前你让我打电话给他 我打了很多遍 他都不愿意听我的电话 对于我 对于整个简家 他还是心存芥蒂 毕竟我们把他送走了六年 在这六年期间 所以让他恨我们入骨 所以你觉得 我们还要把他加进去吗 还是加进去吧 他那边 我会给他打电话 好吧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拜拜 你要回去了 我爸爸说 简家门口已经没有记者了 而且那件绯闻 也没有人再提起 最重要的是 简爱公寓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希望我能参加 你应该回去 发布会这么久 重大的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况且你又是简家的孩子 又是简氏的大股东 对吧 我送你吧 什么 你要搬回简家了 那你会不会舍不得呀 不要打我嘛 我的意思是 在别墅里有人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有人陪画画 又有人送棒棒糖 比简家要强一百倍吧 那你搬吧 拜拜 这个成绩 不是昨天才说 在朴正哥家里住了一晚吗 就是把朴正哥当备胎 喂 朴正哥 去你家吃饭啊 好好好啊 吃什么 那我得想一想 就吃你做的三菜鱼吧 好啊 那我下班之后陪你去买菜吧 看我干嘛呀 我准备过来帮忙 你都要走了 你都要走了 还有帮你收拾行李 我做不到 安琪 你这一走 我们的关系会变吗 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就知道 好啦 一样的 真的 嗯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 每天都在一起了 当然了 我这就收拾行李 你要干嘛 我突然特别地想玉玲 想秦姨 所以我要搬回去住 怎么 你不欢迎啊 没有 只是我觉得 我们俩现在的关系 暂时还是不要告诉我爸跟秦姨比较好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还没有做好 告诉他们的心理准备 你懂吗 我懂 谢谢啊 想问就 让我们 要做好 回来 对啊 你能勉强 苍凉有事 繁华有事 就算千般其色 亿万财富 也比不上我跟你在一起 我抱着你 就像拥有了军世界 小心点儿 小心点儿 就 мод走 institutes 这样的因素 可烦 có 没想到你那么瘦的一个女孩 胃口那么好啊 还买那么多菜 我胃口好不好啊 完全取决于我跟谁一起吃饭 我跟我最爱的朴正哥一起吃饭 胃口当然好啦 你这个小吃货这么厉害 你做 那可不行 我是行动上的矮子 语言上的巨人 这种事还是你做吧 我负责吃就行了 好吧 对了朴正哥 咱们要多放点辣椒和抹鱼 那样才好吃 上车吧 对了 最近你做的这个果本广告怎么样 其实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些东西呢跟做菜是一样的 要讲究食材火候吆喝 食材呢其实就是果本在世界各地 找寻出来的优质原材料 纯天然没有化工油脂 火候嘛其实就是先进的果油萃取技术 这个其次吆喝 还是取决于产品本身是不是优质 没想到你长大了很多 我说的是不是特别有道理啊 喂 承静 今天晚上啊 承静约我们今天晚上吃饭了 你要不要我把他推掉 算了 让他来吧 反正你们通学异常 喂 承静 没问题 今天晚上在我家吃吧 嗯 拜拜 看我干嘛 反正在你们家吃饭 麻烦的也是你 但是吃你做的饭 我要比长征吃得多 真舍不得把你送回剑家 你要记得我们的约定了 我已经打电话了 今天秦姨和简叔都不在人 心思缜密啊 西先生 你要是不做透工 真的都屈才了 谢谢简小姐的夸奖 请下车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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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打车没打到 我看到了 我给送回来了 先进去吧 不好意思啊 李妈 帮我把简小姐的行李拿上去 好吗 好嘞 小郑哥 一会儿你这个鱼票要挂浆的时候呢 你要多放点芡粉 这样鱼才够嫩啊 你看你上次做那个就有点老 这一点你要向西西辰学习 你看她上次做那个牛排就特别嫩 人家厨艺就比你好多了嘛 要么你来 我来就算了吧 你真是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你不干活还那么多意见 真是 我这是督促你 我督促你厨艺进步 直达巅峰 我又不开店 那不开店也可以达到巅峰啊 你要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来来来来 把这边的菜给我摘一下 不要 我不会 这 洗个菜你也不会 真是的 能活在这个世上这么多年啊 还真的是个奇迹 可能是陈静来了 我去开门 好 佳蓁 嗨 嗨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 你去坐着吧 我去给你倒点茶 不用了 不用了 朴蓁呢 朴蓁哥在厨房 那我去看看他 朴蓁 来了 陈静 你在做鱼啊 是啊 交给我做吧 这个我擅长 不用啊 在外面等着就好了 没事儿 让我来做吧 给我就行 你做鱼怎么放这么多千粉啊 如果放得太多的话 会对身体不好的 如果家里有点蛋清的话 放点蛋清会更好的 如果有柠檬汁的话 放在里边会更好吃的 没想到你做菜 还挺有心得的嘛 应该的嘛 做饭啊 是我们女孩子 分那应该做的事嘛 你真厉害 朴蓁 那这边就交给我了 你帮我拿一下包 我先帮你放好 待会儿我帮你炒菜 好的 一琳 来 多吃点 多吃点肉 好 别这样 太长痒了 哥哥姐姐 你们俩在说什么啊 没说什么呀 可是玉琳明明听见你们俩在说话 我们俩在研究你吃完饭后玩什么 哥哥姐姐陪我搭积木吧 又搭积木呀 对啊 玉琳最喜欢玩这个了 而且刚搭好的房子啊 不小心被玉琳推倒了 好 看见没有 玉琳从现在开始 就有当地产大鳄的牵制 嗯 大鳄是什么 大鳄就是大鳄鱼 你饿了 多吃点 等吃完饭 哥哥姐姐给你搭一个更大的房子 好吗 哦 太好了 哇 酸菜鱼来喽 哎 要我帮忙吗 不用不用 你先坐啊 哎呦 青菜来喽 姚真哥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你坐着等着吃就好了 来 米饭 哇 鲜榨果汁 来 开饭 来 承静 请坐 好 谢谢 哇 好丰富啊 来 家震 来 谢谢 来 家震 我们来敬承静一杯 今天啊 我们桌上的所有的菜 几乎全部都是承静来做的 谢谢您 不谢 谢谢 谢谢 你真是个小鲜 我还会做更多更复杂的菜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煲一个月的汤 都不带重样的 是吗 嗯 正记 你真厉害 好厉害呀 小正 你赶紧尝我给你做的鱼 之前你不是说吃鱼吃腻了吗 嗯 今天啊 我特地为你做了酸菜鱼 你尝尝 好 哇 这个好好吃啊 好吃就行 陈静 想不到你的厨艺这么好啊 我想啊 要是谁娶到你的话 这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 对了 你这小吃货 你应该尝尝 陈静专门做的酸菜鱼 对啊 孟小姐 你尝尝我做的菜 看看味道如何 嗯 吃吃吃啊 嗯 怎么样 讲道理的话 是味道挺好的 是不是啊 那你多吃一点 这肯定合你的胃口 说实话 今天都是因为你 所以我们才会做的酸菜鱼 莫小姐的厨艺应该很不错吧 改天 你让我们也尝尝你做的饭菜 我 她什么都不会做 只会吃 什么都不会做啊 那面点西餐煲汤 莫小姐都不会吗 那你怎么给自己 心爱的男人做饭呢 程小姐 说到这个厨艺呢 我是自愧不如 但是 你说你练就这么好的厨艺 是为了给自己的丈夫做饭呢 还是为了给自己丈夫以外的什么人吃呢 喂 我开玩笑的 妈 有这么好笑吗 不 不好笑 老江 来 你多吃点鱼 你也多吃一点 来 多吃一点 来 哥哥 这个是什么房间 这个是给姐姐搭建的画室 姐姐啊 现在正在习惯用左手画画 知道吗 哥哥为了帮助姐姐 所以呢 哥哥给姐姐搭建了一个画室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姐姐一定会用左手画出最美丽的画 对不对 谢谢你啊 喜先生 姐姐 玉琳也有帮忙哦 那也谢谢你啊 小玉琳 哥哥 那我们现在要搭些什么呢 那 我们现在 客厅 洗手间 花园 健身房 卧室都有了 去哪儿 去哪儿 哥哥 你真笨 当然去儿童房了 哥哥姐姐你们住在一起 难道不需要儿童房吗 玉琳说什么呢 谁住在一起啊 玉琳说得没错 我们是要有一间儿童房 为了我们的将来 要给玉琳住啊 原来是给我们的玉琳住啊 那你以为的 搭一间还不行 一间儿童房不够 为什么还要搭一个儿童房啊 秘密 小姐 老爷回来了 让您去书房见他 哦 我马上过去 去吧 我在这儿陪玉琳 估计是记者招待会的事儿 嗯 我先过去了 你们玩啊 陈静啊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 那么用心地帮我们做了整桌的菜 我们都吃得非常开心 特别是家珍 是吗 家珍 对 特别好吃 简直是米其林餐厅的水准 你要是觉得好吃呢 我可以教你做啊 那倒不 我建议你啊 还是学一下吧 不然你怎么抓住 你心爱男人的胃呢 你心爱的男人 没关系啊 反正现在已经不是那个 抓住未来抓住新的时代 况且 我爱的男人会做饭 虽然他做的鱼呢 没有达到米其林餐厅的水准 但是我这人胃口俱好 不听 那我就愿你啊 心爱的男人 会一直给你做饭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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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你干嘛这样跟人说话 我说什么了 你说人家做饭是做给别的男人吃的 你干嘛 你还以为你做饭 要是做饭 对 你吃饭 你干嘛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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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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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饭 你也不应该这么说话 毕竟人家是客人嘛 他是客人 他是客人 我不是客人 你怎么是客人呢 你天天有事没事地往我家里窜 简直是 快要连我哪个抽屉放什么 你都知道了 我现在怀疑 我连我的内衣放的男人都知道 真是 那倒也是 什么也是 我更像 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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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好甜哪 好甜哪 表正哥 你说这么甜 我牙疼啊 我牙疼 别犯傻了你 什么内人外人啊 真是 我跑去 一个小孩 这鹒疯子 起来 老爷 那荒变好了 这甜かな 怕哪个妖怪 下去 解决的人 哪个妖怪 做的 我的 gust 什么那种外人的 我知道你对检视的事 我不感兴趣 但这次发布会 你还是要去的 一定要去吗 你是检视的大股东吗 可是我对商业的事情 一窍不通 而且也不具备 任何地产方面的知识 所以 我不觉得我有去的必要 况且 如果一旦我说错什么话 会给你和检视丢人 我们检家的儿女 要能见得了大世面 检家儿女 或许玉琳长大就好一点吧 那为什么要指望玉琳呢 你不是检家的儿女吗 我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执着啊 一定要做 检爱公寓这个项目吗 对不起 我对商业这方面的事 真的一点也不懂 这不单单是生意 进来 震林 安洁 我看天气有点干燥 给你们带了柠檬水 喝一点吧 谢谢阿姨 你们聊了那么久 都聊了些什么呀 我们 你们 我正在说服安洁参加发布会 毕竟这是咱们检视 目前最重要的项目 那安洁答应了吗 他怎么可能不答应呢 我还以为安洁对检视的业务 一点兴趣都没有呢 现在答应去发布会就好了 毕竟检爱公寓 是我们检家 自己的生意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的话我先走了 嗨 朴正哥怎么样 那人我又回来了 是不是很惊喜呀 惊喜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拉东西了 我没有拉东西 我就是走着走着 我走到一半觉得 反正也没什么事做 这么无聊 我就回来找你了 哇 你在喝红酒 有兴致 要不我们一起吧 好好好啊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来 既然有兴致 你们现在我去了 我们在家里身边 尤其是 然后是 看一下 什么 各种 что 你怎么听 都是 你老领 都画一样 都说了 什么 为什么 因为啊 有这么一种说法 啤酒要和一群朋友喝 二锅头呢 只能跟一个朋友喝 白兰蒂要自己一个人喝 但是红酒呢 要和一个女人喝 为什么 因为红酒的口感啊 它的口感就带有一种 甜中带酸的暧昧 暗箱浮动的缠绵 再加上它这个口感 非常的细腻 就很温柔 给人一种爱情的感觉 而且啊 据说上好的红酒 有五百多种香味 包括了花香和果香 哎呀 总之 一杯红酒 注定代表了 一段风发雪月的爱情故事 你的理论真是一套一套 我服务你了 看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还真是太难了 看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还真是太难了 阿姨 安洁 你找我什么事吗 没什么 进来关心你一下 在看地产知识吗 随便看一下 反正也看不懂 看来不感兴趣的东西 还真的是看不进去 其实不感兴趣 就不要勉强了 虽然我和你爸 都很希望你可以回来帮忙 但还是要看你的个人意愿 嗯 知道了 对了 之前因为绯闻的事情 你都不能回家 你在外面 我听西真说 是住郊外的酒店 是哪家酒店啊 那些平原地区的酒店 环境一定很差 估计你也住得不习惯了吧 嗯 是 玉琳知道你回来了 她可开心了 现在简家 就剩你和玉琳两个孩子 我真的指望 以后你和玉琳 可以互相帮衬 放心吧 玉琳是我弟弟 我会好好对他的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对了 我让林妈 明天做点你喜欢吃的东西 给你吧 回家要有回家的感觉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直接跟林妈说 或者跟我说也可以 你知道 我一直都把你 当亲生女儿看待的 谢谢 那你别看太多电脑了 伤眼睛 早点休息吧 晚安 晚安 缓卷 你不想变得 这种 伤心 你不想变得 是嗎 孤男寡女的夜晚 紅酒和音樂 更配啊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張唱片 這首歌我覺得很浪漫 很懷舊 你喜歡這首歌啊 我也喜歡這首歌 聽起來有一種 懷念舊時光的感覺